闺女 这岁月呀 是一把大猪刀 妈 这刀刚落在你身上 女人保养啊 得趁早 我刚三十了 用不着 阿姨 练身欲丫了解一下 你叫谁阿姨呢你 你快站住 好了算了算了 阿姨气死我了 时光太快 要慢下来 对自己好变 感恩生活中 你每一次健康的决定 让自己的态度 不被时间左右 美丽的秘密 藏在更细微的天地中 清脆若微 方显伟大 纽崔来胶原蛋白钛银品 以生物美解技术 脆解小分子钛 易于人体吸收 严选北太平洋野生雪鱼 低聚钛粉 搭配非转基因大豆钛粉 动植物双钛组合 均衡有效 让肌肤胶原满满 更富含抗氧化天然 航白集体许物 有效维持肌肤活力 现在请 重新唤醒收放自如的真我 弹性态度 绽放人生 纽崔来胶原蛋白钛银品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胶原蛋白钛的相关知识 说到胶原蛋白 大家都不陌生 都想要美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也都关注 比如说自己的手 脸 担心皮肤松弛 长皱纹 所以就非常的关注 补水和保湿 那么也都明白 说氧化 也是容易使人老的这个道理 所以就都在用玻尿酸来补水 用VC来做好抗氧化 就是想要找回这种水润 充盈的感觉 但大家你别忘了 脸上的肌肤 只占我们全身 还不到5% 那剩下的这95%呢 比如说您的脖子 手臂 身体 包括我们的大腿 这些部位的皮肤 它们都会出现松弛和下垂 那你有没有去注意保养呢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种原来很胖的人 说当它很快的瘦下来的时候 那个肚子就是松弛的 而且我们说说人老会掀老脖子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身体皮肤的松弛 下垂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真皮层的胶原纤维断裂 流失所造成的 就好比这个床垫一样 胶原纤维呢 就像我们床垫里的那个弹簧 说如果偷工减料 或者弹簧少了 或者弹簧老化断裂 那么床垫呢 它就会造成塌陷松弛 肯定就不会再有弹性了 那么胶原纤维的 这个主要的成分呢 是胶原蛋白 对于胶原蛋白 大家都听说过 在皮肤的这个组成当中呢 胶原蛋白啊 占了高达70% 而且呢 它的胺基酸的组成 跟其他的蛋白质 也有所区别 其中肝氨酸 腔腐氨酸 腐氨酸 这三种就占了一半以上 它们就是这个胶原蛋白 富有弹性的那个物质基础 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呢 从我们人25岁开始 就以每年大约1%的速度在流失 女性呢 会更快一点 有的人呢 还不止1% 那到了40岁的时候呢 女性身体 这个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 可能仅仅 就只有25岁时的一半 所以说呀 要想全身的皮肤 都痰润紧致 保持青春活力 内条和外痒 缺一不可 内条呢 就是要通过吃 来给我们的皮肤 补充足够的胶原蛋白 那么 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有那么多 那我要怎么选择呢 都说这个吃猪蹄 大猪蹄子 能补胶原蛋白 可是您别忘了 这个炖猪蹄里面的脂肪啊 可比胶原蛋白多多了 别这个美还没实现呢 就先胖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 我普通的胶原蛋白 饮料来补充呢 但是啊 大家注意 胶原蛋白呢 是由大分子的多态 它组成的 它仍然呢 是需要缓慢的 经过我们的胃肠道 消化分解 再去吸收 所以吸收率啊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技术啊 已经可以做到 将这些大的胶原蛋白 提前就分切成 只有两个三个的 氨基酸组成的那种 小分子态 尤其是皮肤所需要的 这几种弹性的氨基酸 组成的这种小态 那就直接进入人体以后 到达小肠被吸收 那么从而呢 更多的可以被 我们的皮肤所利用 那这就好比啊 我给您一个柚子 说您要吃上一口 完整的柚子 是不是挺麻烦的 还要自己去包皮啊等等 那我要是给你一个 直接去皮的 那可能稍微就容易一点 那要是直接给您 就是这包好的一盘呢 那您拿来就能吃 那不就更直接 更方便吗 所以说呀 说您是吃大猪蹄子 还是吃普通的胶原蛋白 还是直接吃胶原蛋白钛 那这就跟咱们这个柚子 是同样的道理 那胶原蛋白钛 是怎么帮助我们 来提高皮肤 胶原纤维的含量呢 大家首先要知道 皮肤里的这个胶原纤维啊 是由我们真皮层里的 一种叫做成纤维细胞的 这种细胞构成的 这个有点专业 也有的管它叫做成纤维母细胞 那么我们吃进去的小分子钛呢 它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 它可以帮助提高 这个成纤维细胞的数量 细胞的数量更多 那它能合成的胶原纤维 是不是就更多了 其次呢 小钛在到达皮肤以后呢 成纤维细胞啊 就可以感知到 这些小钛的分子 并且利用它们 来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 另外 咱们呢 为了让脸上啊 更加水嫩 那是不是都会 往脸上抹点玻尿酸 而胶原蛋白钛呢 它正好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肌肤 合成更多的玻尿酸 让我们全身都能够实现水嫩 充盈 那么胶原蛋白钛 对增加皮肤胶原纤维的 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它更好呢 有 有一种物质啊 它叫做活性大豆钛 它呢 也是一种小分子的钛 那我们就通过实验发现呢 说把这两种钛 结合在一起使用 可以促进更多的 胶原蛋白的合成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个针对 50岁左右的女性人群 做的一个实验 那么其中的一组呢 就只单独喝胶原蛋白钛 而另一组呢 喝的是胶原蛋白钛 加大豆钛 连续70天的这个服用以后呢 我们去测量这个皮肤的弹性 结果发现呢 双钛组的皮肤弹性 改善的程度 明显要比那个单钛组 高出一大截 胶原蛋白钛和大豆钛 让我们的皮肤呢 有了更多的宝贵的胶原蛋白 那么我们呢 就要好好地去保护它 所以啊 抗氧化也千万不要忘记 因此呢 维持肌肤的这种抗氧化的能力 也必不可少 那这呢 就要跟大家说 一种叫做 杭菊提取物 就像我们知道 说要往脸上 抹抗氧化的维生素C 一样的道理 杭菊提取物呢 吃进来以后 它就是可以帮助 我们身体的肌肤呢 去抗氧化 因为啊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 抗氧化的活性成分 比如黄铜啊 多酚啊 胡皮素啊 等等 这些啊 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帮助我们肌肤提高 抗氧化的能力 有一个研究呢 证实 说对于紫外线 照射过的这个皮肤 我们使用双态 加菊花提取物的这种搭配 那么可以使皮肤的 整体的抗氧化活性 比对照组提高了足足一倍 而且呢 这可不是随便喝点 什么菊花泡茶 就能代替的 菊花泡茶里的 这个活性的成分呢 是远远比不上 经过提取浓缩后的 这个提取物的 大家在了解了这些成分 对于皮肤的好处以后啊 应该要知道 说我该怎么去选择 一款口服的 胶原蛋白补充剂呢 第一 就是要看分子的大小 最好呢 是小分子态 而且啊 分子量越小越好 尤其是像那种 二态啊 三态啊 吸收利用程度更高 第二呢 就是要看 有没有含有足够 能够增强促进 胶原纤维产生的 那个成分 和帮助皮肤 抗氧化的 那个活性成分 这是为了 要给肌肤 多重的保障 第三 那就是要看来源 那很多人呢 他都会担心 吃进去嘴里的东西 是从哪来的 到底安全不安全呢 而胶原蛋白钛呢 它有很多呀 是从鱼当中提取的 但大家注意 这个哪来的鱼 也很重要 从北太平洋海域的 野生雪鱼当中 提取出来的这个钛 它的生长环境呢 会更加的纯净 更少污染 而使用了大豆成分的 那么可能很多消费者 就更愿意选择 非转基因的大豆 作为爱美的女性 需要那条 持续的补充 胶原蛋白钛 那么可以帮助她们 保持全身的 这种皮肤的弹性 那而对于大家 更为重视的这个脸部 那还需要外氧 让它更加荣光焕发 比如横石凝岩系列 它也可以帮助 促进我们脸部的 胶原蛋白的合成 而对于非常深受 大家喜爱的 玻尿酸VC双效精华 更是可以为脸部的肌肤 注入两种 不同大小分子的玻尿酸 让肌肤喝饱水 二者强强联合 相辅相成 帮助您的肌肤 呈现出 痰润水嫩充盈的年轻态 可能也有的小伙伴 会觉得说 说这个吃胶原蛋白钛 会不会有点麻烦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简单 它吃起来 非常的方便快捷 比如我们在早晨 要做那个营养早餐 你就直接可以在里面 搭配一个胶原蛋白钛 那么晚上 我要睡美容觉之前 我可以再喝一杯 这一天下来 一点都不麻烦 就能让我们的身体 不但营养满满 还能胶原满满 谢谢大家